这时 长明星的脸色一变 陡然变得惨白无比 身形一晃 竟然险些 没从空中跌下去 好在 旁边一名弟子及时扶住他 关切道 真人 我没事 只是强行施法 受到些反噬 僵养些日子便好了 只可惜了 我那千绝剑 长明星 看着空中跌落的法剑残骸 依依不舍道 此时 一众弟子看得心惊 亦是欣喜 有人更是笑道 这一次 唐杰该死了吧 旁边有人接口 如此天威 就算同为真人都未必扛得住 何况他小小的唐杰 只可惜了那块 封石碑呀 不知道还在不在 长明星听到说 在我剑山之下 唐杰的戒子袋 多半保不住了 不过 石碑神物 定不会有损 你们 可下去搜寻一番 若能找到石碑 当可证明 唐杰已死 至于尸体嘛 长明星摇摇头 在他的万剑山下 可不会有什么全尸的 连残骸都难找到 是 一众弟子纷纷答应着 三度向海中飞去 唯有一人没走 却是先前服长明星的弟子 真人献天威 此时正是削弱之际 若有敌来犯 多半不便 我留在这里 陪伴真人吧 大家哄笑道 这时候哪有敌人呢 不过 他既然这么说了 大家倒也不好说什么 有聪明的 意识到 他多半是有心 接近真人 拉近关系 心中大悔 但是 已被抢了先 再想转头 已经来不及了 这一刻 众弟子纷纷入水 长明星叹息一声 这个唐杰 一个人害死我们 炼兽门近百弟子 真是白死 不足赎其罪 可惜 他死无全尸 不然 必要把他千刀万寡 方才解恨 一想到因为辞子 自己这趟任务 也算是失败了 在炼兽门中 地位也必定降低 长明星 都恨得牙痒痒 真人莫要动怒 对了 弟子自幼学了 一些按摩之法 可通筋疏落 活血益气 也许能为真人 缓解一些疲劳 那弟子回道 长明星 想了想 也便同意了 一双手 按在他的背上 轻轻推拿着 一股灵气 顺着手掌 渗入体内 轻柔 却不暴力 让人 说不出的舒服 长明星 被按得 身心舒态 从未想过 人间 还有此等享受 满意道 嗯 你倒是个 心灵手巧的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是哪一堂下 身后弟子回道 我也不知道啊 你说什么 长明星先是一愣 随即心中警召大起 猛地向前冲去 就在他前冲的同时 一道金光 已是擦着他的脖子掠过 以毫厘之差 未能砍到 不过 那按在背上的手掌 激出的一股洪流 长明星 却未能躲过 雄浑的力朝 沿着他的 轻落涌入 在他体内 炸开 一个恐怖的大洞 已在他背上形成 并如珠网般 辐射各处 长明星仰天 发出他 自成为真人以来 从未有过的痛苦丝毫 最要命的是 背部这一下重创 打断了他的中枢 令他短时间 再也无法使用任何法术 此人也当真是汉勇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竟然还能反击 奸生狂笑里 长明星右手食指尖 已冒出一道剑气 这剑气 使他一生精修锁链 以血肉之气 亦可成形 身体在前冲 右手剑气 已是回缺身后的偷袭者 下一刻 一道金光闪过 长明星的剑气 竟然被切断 于是不减 继续前退 正斩在 那半条手臂上 于是一道血泉 飞扬而起 长明星再度感到一阵 撕心裂肺的疼 他的一只手臂 竟然没了 在一把金色短刃的攻击下 此时他终于可以回转身来 然后他看到 阳光之下 那清秀弟子的面容 渐渐变化 竟然生成了另一幅面孔 唐杰 长明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一刻他终于明白了 这个混蛋 他竟然拥有变化他人相貌的能力 在杀死一名恋兽门的弟子后 唐杰就拨去对方的衣衫 等的就是这一刻 当恋兽门弟子第二次出海时 唐杰就意识到 接下来的攻击 很可能是自己无力应对的 所以他立刻变化成对方的样子 混入人群 来到长明星的身边 他看到长明星 那翻江倒海的攻击 也看到他事后的削弱 一个原本不曾存在的计划 因此浮上心头 刺杀天心 在没有本体出手的情况下 一击斩落长明星的右臂 唐杰已是扑了上去 面对天心级的对手 他很清楚 哪怕对方已是身受重创 有力竭保毁 也不是可以轻视的 所以 完全没有废话 看着 就是抢弓 一拳碎其脉 一刀断其臂 接着又是一指 点向长明星的额头 列玉指 与此同时 长明星也是 嗷得狂叫起来 这一次长孝 却是呼叫援兵 通知所有炼兽门弟子回援 同时 他左手微扬 又是一道剑气生出 同样刺向唐杰 这一剑 因为他受伤的缘故 无论剑法剑意 剑威剑势 都存在太多问题 太多的破绽 太多缺陷 即便是唐杰 也有太多办法可躲 可破 可敌之 但是他通通都没有选择 他迎着那一道剑光冲上 列玉指摇对剑尖 以硬碰硬 速战速决 纸盲与剑光相对 碰撞出一片惊人的光滑 气剑在列玉指下消散 唐杰的指尖 也扎成一片血肉模糊 可是血肉油在 列玉指就还在 他逆着剑势冲锋 正点在长明星的左手上 指尖放出一片惊人的光滑 长明星的左手碰然炸开 就在左手炸裂的同时 长明星断裂的手腕处 竟然又射出一道剑光 与断玉指撞在一起 汹涌的剑光中 唐杰的左手食指炸裂 长明星的气剑也再度消散 唐杰终止再点 一连四指按在长明星的手臂上 长明星的左臂 终于也是炸裂开来 作为代价 唐杰的左手已是一片的血肉模糊 一根食指更是彻底的不见了 他却不在乎 右手刀再度斩出 削向长明星的脑袋 长明星飞起一脚 一道剑光从他脚上踢出 刀剑再撞 唐杰断肠刀竟是刺不下去 长明星已是发了狠 拼了命 左右脚接踵踢出 在一瞬间踢出七八道剑光 全力阻止唐杰 同时 海面上浪潮涌动 那是恋守门弟子及时回原的迹象 长明心中大喜 高呼道 哼 你杀不了我 我能 唐杰回道 然后他一头撞了过去 迎着那惊人的剑光 剑光刺穿无象金身保护的身体 在他身上开出一个个血洞 唐杰的断肠刀 也放出一道惊人的刀芒 斩在长明星飞起的左右腿上 刷 长明星的双腿也飞离了身体 他此时四肢近断 眼看着唐杰如虎冲来 他嘴一张 口中又是一道剑光飞出 同时唐杰的身上也便又多了一道伤口 已经有弟子从海中出来 看到这一幕纷纷惊呼 唐杰不为所动 他收到 以右手施展猎豫指摇摇点出 依然是猎豫指与剑气的碰撞 指尖上的锋芒穿透剑气 在长明星的口中炸开 同时也在他喉咙上开了个洞 长明星嘶吼连声都发不出来 更别提拔剑了 然后他头一扬怒视唐杰 我还有 胸腐剑气声射出一道剑光 指向裂玉指 剑王指消 气剑消失的同时 唐杰也再度少了一根手指 与此同时 飞得最快的炼手门弟子 已经接近战场 一名弟子已开始施法 准备发动攻击 长明星哈哈大笑 唐杰 你死定了 他虽是身受重伤 但此刻死里逃生 心情依然是雀跃不已 是吗 唐杰淡淡道 他随手取出一个黑油油的原物丢下 天煞雷珠 冲在最前的几名炼兽门弟子 吓得失声惊呼 刚刚见识过这东西威力的炼兽门弟子 对此已经产生巨大的心理阴影 此刻一见到此物 立刻掉头往下飞 哪里还顾得上长明星的死活呀 你们长明星做梦都没想到 会这样 唐杰嘴角 抿出一丝冷意 真有趣啊 一块石头就能把人吓跑 他这话声音不大 却传得极远 落在所有人的耳中 什么 长明星震惊 那几名被吓得抱头鼠窜的炼兽门弟子 也呆住了 再看那落下的东西 果然 哪是什么天煞雷珠啊 分明就是一块黑色的原石 还床上一抓一大把的东西 一时间结实气得险些吐血 与此同时 唐杰已冲了过去 对着长明星一把抓出 你休想 长明星双目如电 射出两道剑光 唐杰断肠刀一挥 挡住一道剑光 左手则向着长明星的身前抓了一把 这一抓没能对长明星造成任何伤害 只是把他的戒子袋和身份牌扯了下来 同时自身尖头也中了一剑 借着这两剑之机 长明星全力下坠 那些被吓得跑掉的弟子 也纷纷回来迎接 长明星疯狂的大笑道 唐杰 你终究是没能杀死我 错过这次 你死定了 是吗 唐杰口中再次吐出刚刚说过的字眼 这语气是如此的熟悉 让长明星心中一惊 突然间意识到什么 他低头看去 他的胸腹部早就被开了一个血淋淋的大洞 这也就罢了 但此刻就在这血洞中 竟然还塞了一件东西 一个黑色的小珠子 这是 长明星全身汗毛倒数 天杀雷珠 那一刻 他的声音都变了 他完全不知道 唐杰是什么时候把珠子塞到自己体内的 哼 再见 唐杰冷冷道 海面上 四名开石阶弟子正向着长明星飞去 全力保护他 人不是很多 但质量还可以 唐杰想 然后他打了一个响指 哼 海面上再度掀起一片冲天海浪 苍茫海面上 一叶小舟正在海上载沉载浮 随波逐流 唐杰坐在舟上 手中拿着一个小纸包 正往伤口上小心地涂抹着药粉 碧海蓝天一战 唐杰自己也受伤不清 他的一只左手基本完蛋 身体被捅得跟筛子似的 由于九转没有大成 因此 每一处伤都不那么容易好 虽然是有灵丹 有仙法 但事实是 要想痊愈 至少也得七天 这还是快的 由于没有事先准备 零血回春 要想断枝再生 并不容易 总算是 由于心伤好痣 若是拖的时间长了 那就麻烦了 为了尽快恢复 唐杰不得不使用五神教秘法催动生长 不过这么做的代价就是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 他的再生部分不可以再出问题 否则将会很难恢复 即便恢复了 也会出现一些后遗症 单纯的不灵变也就罢了 关键是 一旦经络出现堵塞 变化 那才叫麻烦 很有可能 一些需要经由此经脉 法术 就再也无法正常使用 对于修者而言 麻烦最大的伤害 永远是经络伤 唐杰之所以要以密法催生 就是为了防止经络问题 此刻以内视法检查了一下全身 疏通了一些可能堵塞之处 确认没什么问题后 唐杰这才松了口气 从周上烧开的水中 倒了杯茶 给自己饮上 海上的风浪很大 小周却行得很稳 周上刻有法阵 使它不会受风浪影响 更有无形的气墙 使海水不会倒灌 这是来自天涯海阁的一夜周 最是能够驾驭风浪 别看它小 却是功能繁多 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法宝 唐杰是从长明心的戒子袋中 找到此物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本剑谱 几千灵钱 几瓶丹药 和一块兽牌 剑谱不是先家剑法 而是一本炼剑心得 其中记载了长明心的 大量心得体会 实际上 大多数修者的功法 奠基 都是 心得类的 如正式的功法 各大门派 都是不允许戴在身上的 谁他娘闲得没事带这个 给人送好处吗 唐杰看了看 虽然东西是好东西 不过 对自己却没大用 回头 还是找个炼剑的 卖给他吧 灵钱就不用提了 灵药倒是有几瓶不错的 可惜 大多是伤药 唐杰现在伤口上 敷着的就是 至于修炼的灵药 则几乎没有 最后 就是那块兽牌了 长明心已剑出道 几乎不用炼兽 虽然也有 却没剑他用过 这东西 放在他的戒子袋里 估计 他自己都忘干净了 正因此 他才没在战斗中使用 但这却不说明 他就不是好东西 此刻上好药 到了检查收益的时候 唐杰便将兽牌中的 炼兽放出 这才发现 原来长明心的炼兽 竟然是一只 白色的兔子